这对老夫妇实在是太歹毒了 他们把女孩的眼睛挖掉 耳朵割掉 然后用针线缝上 接着将她放进地板下 再盖上严丝合缝的盖子 女孩就这样被做成了标本 女人名叫大美 先天患有精神疾病 神经比较衰弱 只要有一点动静 就会变得焦虑暴躁 父母对此也无能为力 这天 大美无意间听到父母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这让她坐立不安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她决定离家出走 于是在网上找到了一家廉价民宿 这套民宿物美价廉 环境幽静 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大美 当她连夜赶到民宿 迎接她的是两位和蔼可亲的老夫妇 老夫妇十分热情 看到大美就像看到宝贝一样 脸上露出不可名众的笑容 年轻的大美并没有多虑 很快就在这住了下来 老夫妇为她挑了一间豪华大床房 而且价格也十分美丽 一碗只要88 在这里 大美遇到了同样住在这的租客小帅 小帅主动过来搭讪 二人一番交谈 发现彼此都还蛮不错的 有一种感觉就叫一见钟情 晚上几人一起共进晚餐 啦啦家常 老夫妇还热情地为他们介绍对象 饭桌上看上去一片和谐 可神经敏感的大美 却感到十分不适 如做针针似的左右张望 突然发现地板下钻出一只小可爱 房东老太太似乎对此见怪不怪 淡定地将小可爱打包带走 看到这一幕 大美内心有些害怕 试问哪个女生看到小可爱不迷糊 晚饭过后情投意合的大美和小帅 交换了联系方式 并约好明天一起共进午餐 晚上大美戴上耳机 来上一曲喜洋洋 随后便沉沉睡去 半夜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门外传来砰砰的敲门声 窗外还有个黑影 大美被惊醒 看到眼前的一幕 想要起身喊救命 可她自己身体却不受控制 就像鬼压床一般 眼睛睁得低溜圆 身体却动弹不得 这时 房门打开 小帅敲咪咪走了进来 不知想要干什么 大美想要挣扎 身体缺一点反应也没有 就在危急之时 小帅身后出现一个黑衣人 头套一戴 就将小帅拖进了黑暗之中 随后 房东老太太也走了进来 在她太阳穴上涂抹不明药水 接着房东老也掏出卷尺 给她测量三围 第二天 睡了一晚的大美 感觉自己浑身酸痛 昨晚的事也完全不记得了 她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场噩梦 房东老夫妇热情地跟她打招呼 看到慈眉善目的老夫妇 大美内心毫无戒备 下午 她按照约定来到餐厅 等待小帅赴约 还发消息 可从早上等到傍晚 小帅却迟迟没有出现 这让大美很是生气 没想到自己竟然被放鸽子 她气冲冲赶回民宿 准备找小帅理论一番 却发现小帅不见了 询问房东老太太 老太太却回应 小帅昨晚就连夜搬走了 这让大美感到非常疑惑 但也没有多想 晚上 大美坐在床头做话 突然听到墙壁内有奇怪的声响 她好奇地趴在墙边 打探动静 随后小心翼翼掰开墙壁缝隙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里面竟然伸出一只手 吓得大美连连后退 抓耳挠腮 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冷静下来后 她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 产生了幻觉 于是大气胆子想要再次验证 结果意外在墙上发现一个暗格 打开一看 里面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 于是大美拿出随身携带的手电筒 随着灯光打回去 我滴妈呀 墙内竟然躺了一具干尸 女孩在网上订了一间民宿 晚上睡觉时 突然听到奇怪的声响 打开墙上的暗格 手电光一打 里面竟然躺了一具火死人 还不停地向她伸手求救 大美慌了 连连后退 急忙发消息给一同入住的小帅 可她不知道的是 小帅早就已经领了盒饭 给她回消息的是房东老太太 大美透过窗户 看到房东大爷正朝着赶来 逐渐发现不对劲 而此时的房东老太太就站在门外 她试探性地敲门 想哄天大美把门打开 建屋内半天没有动静 房东老太太直接破门而入 没想到小美躲在门后 操起竹台朝老太太脸上呼了过去 老太太瞬间倒在地上 昏死过去 大美趁机逃跑 然而四处门窗全被锁死 眼看老大爷脚步声越来越近 她只好另寻出入 慌乱之中她跑下楼梯 幸运地在楼梯口发现了一个暗道 她打开木板 狭窄的通道内 密密麻麻摆满了活死人 他们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见大美闯了进来 纷纷伸出双手想要将她抓住 大美惊慌失措奋力挣扎 总算是逃出这个鬼地方 可前脚刚走出暗道 就遇到了再次等候多时的房东夫妇 老大爷一把将大美控制住 老太太二话不说一针扎在她胳膊上 大美瞬间陷入昏迷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 无法动弹 老太太就坐在一旁 向大美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民宿 原来 老太太之前是一名医生 当看到医院里的患者 一个个孤独地死去 于心不忍 于是她自以为是的 帮他们脱离苦海 将他们制成活死人 之后被医院发现 为了保住医院生育 决定让她提前退休 被辞退以后 她就和丈夫将房子改成了民宿 用低廉的价格吸引来旅客 然后将他们制作成活死人 藏在屋子里的墙壁里 地板下 天花板 老夫妇二人给他们提供营养液 维持生命 久而久之 女儿和女婿受不了 决定搬出去住 结果这对老夫妇 就连自己的亲人也不放过 为了让他们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她将女儿和孙女统统制成了活死人 女婿极力反抗 却被老大爷无情地干掉 给大美介绍完 手术工具也正好准备完毕 老太太准备给大美也来一套服务 让她好好享受 和墙内的兄弟姐妹们待在一起 就不会孤独了 只见老太太娴熟地 给大美眼睛来上一针 一切准备就绪 正准备下一步 好巧不巧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门铃声 老太太起身开门 发现是一个老伙计 这样的廉价民宿你敢住吗 只要住进去 就会被房东老夫妇制成活死人 然后藏在民宿的墙内 地板下和天花板 倒霉的大美就因为贪便宜 住进了这家民宿 正当房东老夫妇准备给大美做手术时 门外响起门铃声 老太太打开门 发现是一个老伙计 原来老伙计是来找人的 而照片上的人正好就是大美 原来这是大美男朋友的父亲 他男朋友跳楼自杀 最后一通电话就是打给大美的 于是他父亲便一路尾随到了这 殊不知自己是来送人头的 正当几人交谈甚欢时 房东老大爷不讲武德 从身后搞偷袭 男友父亲当场领了盒饭 而此时的大美要笑渐渐过去 逐渐恢复意识 挣扎着爬向窗边 想要逃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翻出窗户 爬上了男友父亲的车 好巧不巧 房东老夫妇抬着老伙计的尸体出来了 大美赶紧躲到车后座 随后 房东大爷将车开到了悬崖边 准备将车子开下悬崖 伪造成一场交通事故 而躲在车后的大美来不及逃跑 连人带车一起掉下了悬崖 然而 大美不愧身为主角 这都没有死 被人发现就进了医院 出院之后 他并没有因逃出生天而高兴 反而一直回想起死去的男友 原来 就在不久之前 两人吵架 男友打电话来道歉 表示自己很爱大美 什么事都愿意为他做 心烦意乱的大美却表示不幸 于是让他跳楼 没想到一句玩笑话 男友却当真了 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男友死后 大美精神崩溃 竟然失忆 忘记了这件事 这次摔下悬崖 让他再次回忆起男友的死 他感到深深地自责 无法原谅自己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他主动来到民宿 敲开大门 投入了房东老太太的怀抱 然后用针线缝上 治成了活死人 这样大美就能在地板下泳眠 感受不到世间的痛苦 他甘心就这样度过余生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掩盖自己内心的悔恨